这次的老任迷你直面会上 其他的先不讲 这个游戏最让我哭笑不得 哭的是51合1棋牌游戏大厅 居然还敢卖40刀 难道不该是买会员就送吗 而笑的是 我有种不好预感 只要一打折 这游戏不但很可能会有不少人买 而且大家弄猫还玩得贼开心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3月26号 大家还在讨论今年第一场画饼大会 到底何时会开 老任猝不及防就在油管上 发布了半个小时的迷你直面会视频 估计还是因为疫情 多少影响了开发进度的原因 尽管大家心心念念的作品 并没有露面 但还是有几个不错的亮点 闲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吧 我看的是以美版直面会为主 首先打头阵的是 其RPG爱好者们 期待已久 易度之刃初代决定版 虽然此前已公布过一版预告 但毕竟时间太短 暂时的信息也太少 这回终于能看个过瘾了 许多原作中的经典演出场面 在从之后全新的画面加持下 一一展现 加上爽爆的配乐 玩过的朋友估计早已按捺不住了 除此之外 预告中还穿插了大量游戏中 跑图和战斗的实际画面 除此前就已公布的巨神索典外 本作还加入了一个 类似后日谈性质的 全新独立章节相连的未来 无需打完主线剧情即可游玩 这款作品不用多说 上世代发布的原版 早已受到玩家们的广泛赞誉 这次重制后 无论画面表现还是内容完整性 都绝对值得JRPG爱好者们 好好体验一把 和音乐二不同 本作全区中文 并于5月29号发售 同时预告还公布了限定版的内容 从游戏本体外 还有限定铁和CD 数字音乐下载码 还爆 和一本厚达256页的设定集 最后来是来自2K 一堆经典合集 生化骑兵合集 包含了系列一二代重制版 和无限的完整版 并支持中文 无主之地率杰克合集 则包含了一二代和前传 但目前还没有中文消息 幽浮二支持中文 除游戏本体外 还包含了四个DLC和资料片 天选者之战 冷饭是冷饭 不过这些游戏数字 本身都非常不错 多个选择总不是件坏事 这样为确定中文的无主之地先不说 生化骑兵的剧情 特别是无限搭档设定 原作真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PS在前两页做过合集的汇免 但可惜没有中文 而幽浮二此前在PS版也汇免过 如果喜欢这类题材的 回合制策略游戏玩家们 非常推荐一试 随后是一款由卡普空带来 以潜水探险为主题的作品 《绅士海》 游戏全区中文 以同步登录一笑 目前最便宜 墨西哥服售价121块 本作有的独特世界观 和界面美术风格 玩家将探索未知深海世界 有的浓浓沙和游戏味道的同时 配乐与氛围感也十分到位 同时还伴随着 丰富的动作元素和战斗环节 不是鱼路是卢游的 集合拉动物之声 将在4月1号到12号期间 举办复活节活动 玩家可以通过摇树挖掘 钓鱼等方式 获得复活节彩蛋素材 并能制作出各种 节制气氛满满的道具 4月下旬游戏中 还将开展地球日活动 届时包括国行玩家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通过 免费更新获得这些内容 接下来是一款画棚 看上去就很欢乐 傻角星座 Good job 本作由玩家扮演 一位公司新人 一路到达高层为目标 开动脑筋 利用各种匪夷所思的创意方式 来完成一大堆打杂任务 游戏同步登录一校 并支持二人合作 可惜占无中文 目前最便宜莫斯科夫 售价118块 像一款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 但我就是搞不懂 推箱子到底哪里好玩的 凯瑟琳4Body 日版将在7月2号发售 港版中文同步登录收集平台 除了大量非常值得 一看的演出动画和新角色 带来更加刺激的剧情外 这版中还加入了 难度选择和自动功能 对新人朋友和解谜苦手的玩家 更加友好 关卡数量也增加了不少 出于好奇 这个我是买定了 因为缺货而价格 一路居高不下的健身环大冒险 在26号当天 迎来了全新节奏玩法模式的免费更新 这下降价更遥遥无期了 新模式带来了老任旗下 包括马里奥和塞尔达等作品中的 17首歌曲音乐 玩家将通过操作文康控制器 边健身边体感游玩 另外此次更新还为游戏中 加入许多朋友期待已久的 女生旁败配音 这下健身起来是不是更有惊了呢 下一款SRPG游戏 国王的恩赐2 游戏中有三名主角可供玩家选择 每人都将展开自己独特的冒险故事 有种分为角色扮演探索场景 并展开剧情 而战斗时则通过标准的战棋玩法来进行 游戏中会有大量的对话选择 并将对后续情节产生影响 而玩家角色的成长 队伍搭配 以及策略玩法步伐 都有在丰富的元素 其他西方奇幻题材和策略类游戏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 本作将在2020年内推出 大乱斗第二段机票 终于公布了首位参战角色 是来自于Switch早期的 创意体感格斗作品ARMS 好吧 惊喜感不算太大 不过这下倒也是开创的大乱斗中 即使已经加入了命红版和模型道具 依旧会有该作 可操作性揍势加入的先河 新角色将在6月推送 同时ARMS从3月26到4月6号期间 还将加入Switch online会员的 现实免费游玩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可不要错过 《勇气墨树路2》带来了新一版预告 并在26号同步上架游戏的试玩 且支持简体中文 作为系列正统续作 二代除了延续前作的美术和音乐风格 并借助Switch技能 将场景的精致与立体性 更加的发扬光大 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的试玩开篇就提示玩家 这次的试玩作为原创故事 将于正式版独立开来 并希望能通过高难度 来让玩家熟悉 本作中的战斗系统设计 官方还将在30号开始收集整理 玩家对于本次试玩的反馈 坦白讲上手是有点门槛 而且试玩中还有部分小瑕疵 但花生点耐心 慢慢掌握了角色的职业 与BP系统策略运用 本作的数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 不过这次直面会也只是讲了 本作将在2020年内发售 并没有确认具体日期 而接下来的世界游戏大权51 这个还用得早介绍吗 顾名思义本作包含了51款 来自世界各地老少咸宜的桌面 和棋牌类小游戏 总有一款 而不对是多款适合你 而关键是结合Switch特性 本作除了能够本地一击多人 和面量对战外 也支持Switch阿兰会员的 在线联机共斗 并且全区中文 游戏将在6月5号发售 而关键问题还是这个价格 不是会员免费也就罢了 目前最便宜南飞服254块 还是手一波等打折吧 之前被民间莫名爆料成 画时代大作的Ninja了 这回终于确认将在5月28号上线 并且因为是联机竞技类玩法 将以本体免费的方式推出 游戏助打流行风的忍者对战 玩家将操作角色们 在高楼和街道间飞檐走壁 并通过近战进行攻击 而作为一大特色的泡泡场 在本作中可有的丰富的功能作用 吹大能实现浮空效果 放出去能作为飞行道具 催暴就是暴风攻击 还有冲刺顺应回避 伪装等等玩法 将上舒服的游行划分 这款已经打磨多年的作品 究竟能不能火起来 5月28号到时我们来一探究竟 随后是一堆游戏预告串烧 包括经典的三迪空战射击作品 铁甲飞龙重制版 当天已经可以购买 游戏全区中文 目前最便宜墨西哥服146块 还有已在移动设备上登陆上古卷轴刀锋 我的世界地牢 战锤爆撞小英雄等等作品 最后是已在此前专场直面会 介绍过的宝可梦剑盾新计票 而这次通过实际画面 为玩家们演示了两部DLC中的新场景 《道晚神兽》 和本作玉三家超级巨画形态 计票中还加入了全新设计的联盟卡 第一弹DLC凯之孤岛 新加入经验护斧等道具 以及新增的宝可梦系列之前的招式 和制约鄙视对战 第二弹冠之血缘加入了合作玩法 玩家能够在新场景中合作展开探险 共同挑战系列以往的传说级宝可梦 只要在8月31号前购买计票的玩家 就能获得单地帽子和服装特点 总体来说 惊喜并不算很多 但能实锤的干货还是不少 而且毕竟是迷你直面会 且大多阵容都是在上半年 希望正式版直面会赶紧快来 到时候再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